现在是分访谈 我们就来谈谈年节里的甘榜精神 这个物览83阶第851座族屋的居民 或许会对那里今年的新年装饰印象深刻 因为在那里不只是居民住家门口喜气洋洋 就连公共区域也是装灯结彩 轰轰火火的 是 这个新春装扮其实是在那里一起住了 将近20年的四户人家携手打造的 我们今天就请来其中的两户家庭一起代表 一位是黄嘉敏 另外就是高秀金 两位好 两位好 大王好 欢迎两位 嘉敏我知道住在你们那一层的一共是有四户人家是吧 而在特别节日呢 给公共走廊穿上节日盛装 其实这个习惯从2019年就开始了 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要装饰一番呢 其实我们这四位是个家庭都住了长达二十多年 差不多也要三十年了 那为什么选择在2019年 这年做这个简单的新年装饰呢 是因为其实最近他有一段时间是往返上海 然后就在19年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说那里的过节气氛很不错 也就提议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做这个走廊的装饰 那年就很简单的买了两盆那个橘子盆栽 然后就简单的在盆栽上过了一些教室 做了连续四年 也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过节 没有办法扮演 就这两年会做的比较隆重 比较好看一些 对 为这个组屋走廊换上新装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绣经提议的 那么绣经呢 当时也将这样的一个提议呢 一直延续四年 那么年年都是绣经您负责的主要的设计 还有购买装饰品 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且呢 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坚持 每一年都去装饰走廊呢 因为我常年都是在上海跟新加坡的通法 那我们在上海的居住的时候 过春节就觉得那边的气氛很好 就有那种美味 所以就说想再回来新加坡 也在我们的走廊 做一些点缀 这样它更有那个新年的气氛 看到画面里面的这些照片 真的觉得他们邻里之间的好感情很难得 当然不只是在乌览 位于淡宾尼十一街的第117座组 今年公共走廊的新春装扮 也是同样令人感到温馨 那么负责策划的呢 就是那里的一位马来居民阿都拉 阿都拉的父母呢 在这两年的农历新年前相继的去世 那么期间呢 这个邻居们对他们是照顾有加的 为了表示感谢阿都拉呢 因此连续两年为大家装饰公共走廊 作为回馈 so in order to tank them instead of just giving them red packet or oranges I decided to deck up the whole corridor for them It took me about two to three weeks and this year my team is more of mimicking the year of a tiger habitat I can't put big trees so I put potted plants that olden days potted plants some units are budi some are Okay TOWIS,CHRISTIAN,I PUT MORE RATE ON THE TOWIS HOUSE AND THEN FOR MY CHRISTIAN NEIGHBOR I PUT LESSER TON OF RATE SOME ANTIES LIKE ANTI NANCY WHICH IS LIVING ON THE SAME FLOOR SHE DID SOME BUTTERFLY ANG PAWS WHICH IS ON OUR LIFE LOBBY WALL AND ALSO ON HER PLANTS AND WE HAVE ANTI DIANA I THINK SHE'S FROM LEVEL 7 SHE CONTRIBUTED A FEW TIGERS COUPLET FOR ME AND ALSO HELP ME YOU KNOW WITH CUTTING SCOTCH TAPE YOU KNOW THINGS LIKE THAT AND I HAVE ANTI LILY SHE LIVES ON THE 5TH FLOOR SHE'S LIKE THE MAJOR WOMAN FOR ME LEFT RIGHT AND ANTI NANCY IS A BIG HELP BECAUSE SHE I ASKED HER YOU KNOW CUTTING SCOTCH TAPE YOU HAVE TO PUT THE LEFT AND RIGHT MAKE SURE IT'S IN THE CORRECT POSITION 阿多拉的用心也獲得了邻居們的肯定 大家都對她這兩年在佳節期間 為邻里美化所做的努力贊不絕口 其實我住在五樓每次我pass by我看到她做得很美 好像馬來過年她也是有做得很美 這個還有Christmas她也是 感覺很興奮很高興我覺得很幸運 因為我們這座都是老人家住 那麼有一個年輕人肯將出來設計很好 我心裡覺得有點驚訝 一個馬來年輕人 但是對我們中國的文化這麼喪心 我覺得新加坡這種多元種族的國家 真的是混合得很好 是的 在我國內多元種族 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質其實體現在方方面面 沒錯 而邻里之間這種和諧共存 互幫互助的精神 就是以往我們大家常常說的肝膀精神 像嘉敏應該從小就體驗到這種情意 你今年25歲 嘉敏你還記得是幾歲 開始認識這些鄰居嗎 還記得大家住在一起的時候 有哪些比較印象深刻的回憶嗎 我其實出生就住在這裡了 其他家的小孩也是一樣 然後有什麼印象深刻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WhatsApp群 然後有什麼最新動態啊 政府的消息啊 我們都會發在這個群裡 或者是要下雨了 大家也會發在這個群裡說 記得收衣服 要不然就是我們每個月底大概 禮拜天都會有一個走來洗地的這個習慣 對 有那個勞工會上來洗地 然後如果有家人不在的話 或者鄰居不在 忘了收鞋或者衣服的話 我們會幫忙收 就非常慶幸我們大家的感情都那麼好 也希望這個精神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是 畢竟這似乎人家就是認識了20多年 其實在2019年之前 像秀卿之前也跟我們說過 他在上海和新加坡兩地奔波嘛 那麼秀卿你們 你是怎麼樣跟這些鄰居們 維持這麼良好的鄰居關係 而往年的新年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節日當中呢 你們又有一些 怎麼樣的一些特別的慶祝活動嗎 其實在還沒去上海之前 我跟他們的關係都很好 那去了之後呢 每當我回來 我們都會和小聚一起出去吃飯之類的 那嘉明的母親由於是個 嘉明祖父 那我就把我家的大門鑰匙 和新家鑰匙交給他 當我不在新加坡的時候 他就會負責幫我看看新家 看信件 然後讓我看看家裡有什麼事情發生 所以我就很感激嘉明 母親的幫忙 那在我們的鄰居方面呢 他們我們都會分享食物 尤其是現在疫情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居家辦公 那我們會在家裡做一些糕點 或者在外面看到好吃的食物 都會買一份給大家一起品嚐 所以這就會使我們的股意兒也好 是互相的信任還有互相的關懷 才能夠促進這些鄰居之間的友好關係 沒錯 而且對於阿杜拉來說 每年其實不同節慶的時候 用心裝扮祖屋的公共走廊 就是她對周圍鄰居們 表現關懷和感謝的一種方式 阿杜拉還用華語表示呢 希望自己的新年裝飾 讓周圍的老人家們能夠開心 能夠同時啟發更多人 關心自己的鄰居 這邊的老人很開心 我做心內快樂的製作 他們跟我講很開心 有一個人 馬來人 不是老人做這樣的東西 他們很開心 如果是在夜晚 整個東西都會被燃開 所以你能夠看到遠處 所以人們其實來看 甚至從這個建築物 有些人不太認識 但現在他們認識了 所以其實 這整個建築物 甚至我的鄰居說 你很友善 你很友善 阿杜拉,我會給你 在你後來 我會給你 當然阿杜拉 我會給你 沒有問題 你看 這些事情 帶來人們一起 沒有太多 但 有些很簡單 會給你 跟別人的靈性 和別人的藝術 我希望 這些人 可以追求 一個簡單的 很友善 跟別人的藝術 我覺得 靈禮之間的友好關係 就表現在他們 平時的小日子裡面的細節上面 需要還溫暖 互相幫助 當然 加冕因為疫情 你們不能像往年一樣 串門拜年 那麼今年過年 有什麼樣特別的計劃嗎 其實沒有辦法 串門 是一個非常苦惱的事情 但我們不希望 因為這件事情 影響大家過年的氣氛 所以就決定 可能 在15天的農曆新年內 可能抽一兩個晚上 就訂一些 比較特別的套餐 新年套餐 每一家 每一戶都去送 對 相當不錯 那麼秀卿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嗎 在今年的農曆新年 今年的農曆新年 我們就會 有一個 用那個 代表 去領一戶人家拜年 因為 不能五個人一起去嘛 所以拍一個代表 其實也能夠促進這個領旅關係 那麼秀卿 明年 新年的裝飾 你已經開始想了嘛 有沒有新的嘗試呢 是 我們會嘗試以 燈光來為主 就是 比如說用那個走馬燈 的吉祥燈籠 還有那些太陽板充電 哇 你看這今年還沒過 已經開始要自在 這次還已經想好了 對 當然有句話叫做好事同慶 我覺得 在佳節的時分 互道祝福 或許是一個很好聯繫 邻里之間關係的一種方式 這個時候也順祝你們 似乎人家能夠 平平安安安快快樂樂的 度過一個農曆的虎年 謝謝你們兩位 謝謝所有的嘉賓 謝謝 謝謝 網上照片伎倆層數不窮 除了釣魚的簡訊呢 另外還有人冒充 串流服務平台或政府機構的行片 就連谷歌的搜索引擎裡 都蠻有陷阱 要如何提防各種網絡詐騙手法 稍後的科技一點通告訴你 我們要去找到什麼 為甚麼 還有人說 感谢观看